大陆央行金融监管机构呢 24号公布的这组合拳 确实是支持了股市 当然也要带动经济啊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26号 寄出了最新的政策方向 领导人习近平特别也说到 要努力的提振资本市场 好 结果你看资本市场真的动了 不仅是陆股还有港股都出现了上涨 很明显哦 那么看到上涨指数成功收复3000大关 这个今天我们光是看到 这个现行图你可以看到是 哇 这个又再度拉出了一根红棒 以今天来说 对 收复了3000点之外 那但是大家在好奇的是说 究竟它能够如何持续 它维系多大的动能呢 到底接下来怎么看 先来请教蔡委员 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一段时间以来 大陆的经济就犯了一个 在历史上很有名的病症 叫西班牙病 意思就英文叫做Spanish disease 这个在经济上很有名的一个病症 是什么病症呢 就当年西班牙在南美洲挖到了银矿 所以做了很多银币 在全世界变成一个标准货币 然后西班牙就因此赚了很多钱 这个钱西班牙人 全部都存在银行里面收利息 然后每一个人觉得有利息收就很快乐的事情 可是西班牙银行 这些钱却找不到比较好的放贷对象 或投资对象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那我也很省事 我就把西班牙的存款 转存到荷兰的银行去 那荷兰银行做什么事呢 荷兰银行就把它借给荷兰的造船业者 就造了很多船 这个船后来变成荷兰在17世纪里面 左遍全天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运输行业 第二个 他把它借给法国跟英国 法国去搞机械工业跟搞葡萄园 然后英国去搞仿制业 就使得英国跟这个法国 虽然借了这个荷兰的利息 但是因为当时西班牙的资金太庞大 利息就太低 所以借给荷兰的利息也很低 可是荷兰放上去都让英国赚了大钱 法国荷兰三个国家就在17世纪 就蹦蹦蹦的上来了 这个当时等到西班牙回过头去看 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大了 荷兰这个法国英国变得这么大了 所以最后西班牙开始没落了 因为不涨进只算利息钱 他的钱都推动了其他国家的机器 自己都没在意 没有进入资本市场或投资市场 这是一个西班牙变成很重要的历史性的案例 那我们回来中国 大家可能没有去注意这些统计数字 我跟大家解释 中国老百姓现在的短期存款 我不要讲长期存款 数以上叫M2 货币供给量第二等的 可是它事实上就是现金加短期存款 一年内短期存款 然后再加上一些有的没有的 一些短期的东西 你知道吗 M2全中国的总额多少 40兆美金 比中国的GDP还要大了一倍以上 那事实上美金是什么概念 美国只有21兆 欧洲整个欧盟加起来 包括英国只有18兆 换句话说 欧洲加美国才39兆 中国大陆比它还大 那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就中国大陆都把钱放在存款里面 等着收到那么一点点微薄的利息 然后整个其他的资本市场 要投资的东西资金都流不过来 所以这个问题就要解决 现在习近平主席 自己亲手掌控资本市场 才终于进入状况 我跟大家说明 因为在习近平主席 这个任期以前 以前他们共产党政治局的工作划分 金融跟资本这一块 是归国务院总理 是谁开始的 温家宝开始的 温家宝当时跟这个胡锦涛说 你管北的 这个金融这一块我来管 所以就取消了 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到了这一次李克强退了以后 习近平上来 再重新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把金融管理权拿回来 金融管理权拿回来 所以我爱念念习近平 我也不得不赞美他一下 他这一次用了几个金融官员 是专业的金融官员 在李克强以前时代都用党官 党内资历很高 可是问题是 你跑到医院开刀 你敢叫党的领导来帮他开刀吗 这两码子是吗 这讲专业 他这一次用了 他们叫央妈 人民银行的行长 真的是够资格的金融专家 他一辈子没有别的工作 就在金融圈里面打混了 所以他足够的专业来处理 现在的问题 方向很清楚之后 我一再讲了 要降息 要松绑 要开放 然后他现在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何来解决习近平的指示 提振资本市场 中国大陆资本市场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筹码太多 资金太少 那筹码为什么多 因为中国大陆动不动 挂牌的公司 每一个都很大 动不动几千亿几千亿 那这样台湾有个十亿就不错了 他动不动几千亿在挂 所以筹码攻击量一直增加 那资金一直退少 为什么 美元利息上升 其实跑到海外去 然后中国大陆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限制 哎呀 这个蓝线长得漂亮 可以让你投资股票 这个 我们岩教授 男人不需要投资股票 都不能投资 所以很多资金全部都有 绑住了 所以钱留不到股票市场 那现在 潘宫胜这位央妈搞了一招 我是觉得 叫做中国式的什么 要不要宽松 他就把央行当当户 告诉所有的股票 基金公司 保险 你们把股票拿来我这边点档 那我不给你钱 他真的没有给他们钱 你拿来点档 我给你政府公债 所以国债就交给他们 然后这些人拿着国债 就要卖 然后换成现金再回到股市 那产生什么效果呢 把股票守在央行 把公债放出去 就跟商业银行借现金 所以现金就涌到市场里面去 聪明人一看到这个说 筹码越来越少 因为他说第一期给五千亿 要以后还有 所以表示说准备好多钱 去把股票锁起来 然后不断的资金涌进股市 再笨的人都看得出股市会涨 所以当时这一道所谓的互费便利 要用公债去换股票这一套的当铺手法 所以中国市的量化宽松 消息一出来 香港的股市涨得我都傻眼了 为什么 第一个本来一个小的地产商 叫福建的宝龙地产 得这么不像话 在香港挂牌了 一天之内涨了25% 那还不夸张 有个广东的 我们好像节目有提过来怎么样 广东的一家地产公司 叫澳元 一天涨150% 好惊人 对啊 就是说 大家会闻到这个气息 这个你要么还没有收好股票 我钱都先摆到前面去了 这样一来的话 资金就会离开存款 会进入资本市场 然后这些公司们就有足够的资金 去做开发 去做投资 不会变成西班牙病 那这个表示说 习近平主席重新掌握金融大权了以后 终于呢 愿意听真正的经济学家的话 所以银行业保险业 真的都把钱就真的投入到 我也欠习近平主席 要派人去管银行业 这个金融事业 尽量派有金融资历 跟金融训练背景 千万不要再派一些 纯粹的党官 那个懂政治的去 党这个金融业者也会懂政治 可是你搞那个 只懂政治人去管 那就会把你自己 也弄得乱七八糟 好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大陆现在这个财经官员 确实是要真的动起来 政策面偏多 因此也带动了股市 确实这个资金流向了这个股市的话 是注入了一记活水 可是现在来反观美国呢 美国现在其实你一想到美债 美债你会想到谁 就是美国的财长叶伦 那叶伦呢 现在你说他要面对中国大陆 对他来讲这是一大挑战 可是呢 你看他说 尽管拜登政府有上调对华的关税 贸易紧张 还是持续着 可是呢 他的说法是 中美之间的关系 现在是更加的紧密了 而且中美两国还在金融稳定 关键领域合作很重要 所以呢 这又攸关于全球的稳定 所以要继续的做下去 但是关键字在这儿 中美关系现在是更加的紧密了 更加的 他甚至还有人翻译 是更加的亲密了 好 我请教一下宣姐 你怎么看这个财长叶伦的 这一番发言呢 因为他刚刚提到的是说 在金融领域部分 我们还是持续的合作 而且这个关系更加的紧密 那现在他刚刚也讲了 我们是有克高一点的关税了 可是对于中国大陆 你说有遏制成功吗 看起来没有 然后之前都说 我们要脱钩 也不是我们要去风险化 那是真的 那但是呢 所做的一切 从目前来看的话 那中美关系还更加紧密 如果他说的是对了的话 那不是让人觉得说 你是狠狠地打脸了 拜登政府吗 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妈 刚才呢 这个蔡委员讲到说 那个样妈 这边是另外一个大妈 其实他去过中国好几趟 然后的话呢 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众 也很喜欢他 所以其实我觉得 某个程度 叶伦说的是 美国对中国很多套戏码 或者很多套 或软或硬 或适度 或软硬适中等等的话 里面扮演的一个角色而已 事实上他这样子说 事实上他过去这段时间 一直扮演类似的角色 刚刚玉行也讲了 他一直在强调说中美之间不要脱钩 中美之间有更多的一些紧密合作的可能性 尤其金融合作等等 但是你也没有看到他今天讲了之后 他其他的地方 美国任何停下脚步对中国的围堵 没有啊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话本身 你就是只代表了一部分的真实 代表了部分的就是说 美国希望在跟中国的一个 步步的禁逼也好 然后相关的围堵的同时 有些部分还是维持对话 维持沟通 维持弹性 那否则的话 你看这一两天 中国大陆呢 射导弹之后 美国白宫怎么回答 美国说 我们透明度很透明 我们很称赞中国大陆发射飞弹 幸好有提早告诉我们 所以你就说 对于美国来说 他要讲话要讲重 话要讲轻 要称赞你 要批评你 其实对他来说 都是一个一面之间 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他现在反正你可能只是一个 试射飞弹而已 那对他来说 他正要很努力的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的期间 维持一个 可以管控美中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呢他该称赞的 他就不另称赞 我觉得那个导弹那个事情 他称赞到让大家觉得 真的很一肚子狐疑 因为大陆表现的就是够强大了 他当然就不敢骂了 但是过去对美国人来说 他真的没有要选举的时候 该骂的时候拼命骂 就算不该骂的时候 他一样骂 因为他觉得你打不过他 对 所以现在对他来说的话 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看到这样子相关的讯息 在台湾的立场 真的要警惕 就是说你一路的 一昧的跟着美国的屁股后面走 然后的话呢 他鹰派 你比他更鹰派 然后你觉得说呢 这个美国一定照你 但突然间发现 这个美国昨天突然间 称赞起中国大陆来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导弹的时候是一个 这个部分也就是 所以我就说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叶伦当然 他到目前为止的话 他该希望不要脱钩的 也还是不要脱钩 但他要证明 美国对于中国购义的部分 尤其今年选举 不管是总统大学 还有中医院选举啊 所以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很多 其实美国的中医院 现在一大堆 不管是双务部出炉的 不管是呢 这个众议院里面 为了选举所提出来的 什么爱国者法案啦 什么 现在双务部还打算 把面板也放进来 就也是有人提议嘛 就说不只是有关于 晶片相关的 什么IC设计啦 设备啦 等等的这个晶圆制造 等等 希望能够呢 有所前置 现在连面板都打算放进去了 那包括像是 一些物联网里面 什么电动车里面的软体等等 都希望列入呢 相关的管控范围 所以你发现呢 美国对于中国 它相关的所谓的小院高墙 已经这个不只是小院了 是大院了 这个墙更越来越高了 但是话 有该软的时候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人 讲的话上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 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不会 这个 这个 强权之间斗争 不会停 短期间不会停 我觉得只会更激烈 只是现在因为他选举的某种需要 他会有一些不同的人 出来讲不同的话 是 这个叶伦说 中美关系更加的紧密了 那你看 大家觉得同意吗 线上的网友们 同意加一 不同意 请加二 欢迎你留言 坦白说 他讲到要跟中国 在金融方面的合作 关键领域方面的合作 对 但是有一些关键的领域 他也不跟你合作啊 他不想合作的包括什么 科技 科技不想跟你合作吧 学术 有想跟你合作吗 不能偷我们的东西 不能偷我们的技术 不能偷我们的专业知识 其实现在看到 美国也摆出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付中国 那怎么不说呢 那但回来 我们要请教严老师 刚才其实蓝轩有谈到 对 美国现在确实是有一些国会议员 好像真的没有中国就不行啊 所以呢 现在啊 国会呢 在那里快马加鞭 因为已经倒数计时了嘛 快要修会了 所以赶快推出一连串的抗中法案了 真的何其多啊 制裁中国共产党暴政 以及压迫人士的法案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 如果有损害香港自治 如果有加剧 对台湾人的侵略 如果有助长压迫 维吾尔穆斯林 美国就要怎么样 禁止他们买卖 在美国的资产 还有还有啊 包括像是专门来起诉国际贸易犯罪的新机构 这个是不是真的会建立 不知道 但是目的又是针对中国 要打击中国公司长犯下的欺诈逃税和转运行为 更不用说还有刚才所谈到的 还有一个卢比欧 这位议员提 爱国投资法案 对中国证券的投资案不得享有优惠资本利得税率 以防止相关的投资 好多好多 怎么都是一连串的抗中的法案 纷纷在这个时间都出炉了 我觉得当然对这些议员来讲 这个时候提这些法案 对他们都是很有帮助 刚刚特别讲到维吾尔族 那我就想到网路上流传的笑话 就是美国人都不喜欢穆斯林 可是很唯独钟爱中国的维吾尔族 只有这个地方他特别关心 其他地方他们大概都 特别是像川普 大概根本不会去关心 那这个也暴露出一个 第一个我一定要提 这些共和党员 好像包括如果卢比也好 包括众议院长也好 他们强征也好 他们基本上 如果今天是川普当总统 如果川普的政策 不是要敌对中国的时候 你们会这么硬吗 我很怀疑 我一直觉得他们一点脊椎都没有 一点脊梁都没有 就是当川普讲到说 对台湾不利的时候 我没看到他们讲出一句话来 所以我很怀疑 就是说他们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 特别是讲到说 企业家投资 或者说跟大陆交往 你知道这个华尔街 或者是说美国很多公司 当然商人当然都是找 什么地方有商机他才会去 对不可能是说今天没有商机 只有台湾有些公司以前被迫 说我们要做外交 你给我带着去 结果后来也是假的 根本他们也知道不可能去 不可能投资 所以一定是有商机才会去做 有利可图才会去做 那这一些你今天很多可能 以后都是华尔街 都是川普的支持者 你觉得川普会对他们怎么样吗 他们今天真的会去惩罚他们吗 我觉得这些都是玩假的 都是表面上通过这些东西 然后我常常看美国 这些通过的议案也好 或者说决议案或者法案 他们甚至还有些条款 说没事要找这个国会的 要找行政官员来执询 每年要地底给报告 结果他没做到 你有惩罚他吗 我看也没有 没有 就是等于是这个 大家都在玩走一套程序 走完以后表示我有做了 我有反中了 然后这个行政官员好像也回答 好像也配合你 到时候也根本不执行 而且这些推的法案的人 他到时候还会是议员吗 不知道还有下一任总统是谁 也不知道 那个总统才是关键 总统才是关键 所以我才会特别提 就是说如果是川普当选总统 有任何对台湾不利的行为 我看不出众议员的 这些共和党的议员敢挑战川普 可是反过来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 那不仅是众议院的 共和党议员会挑战 民主党议员也会挑战他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不同 就是共和党已经是川普党 那川普的意志就是在哪里 所以川普如果今天看出来 有商机有什么东西 他根本不会去执行 你们讲的这些 他哪会去关心维吾尔族啊 对不对 美国的议员现在说 华尔街金融公司 怎么可以去投资到中国去 不行不行 然后就是设门槛 要做限制 我就在想 那些华尔街的那些大亨们 真的会听吗 然后真的会照做吗 或者是这些议员喊一喊以后 就能够施压 然后真的是逼使 未来的不论是 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 就真的会照做吗 我还是打了一个问号 因为一切还是要看实力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大陆解放军 大家最近都在讨论 有关于飞弹试射的问题 不过在今天 我们倒是来看看 翠火这个纪录片 我们讨论过 我们也看了一些部分的视频 可是蔡委员啊 他现在这个里面呢 有这么一段访问 那大家就想 所以那时候还在 有人半信半疑 现在是不是真的要相信了 那就是大陆的歼20 真的有飞到宝岛 飞越宝岛看台湾 因为呢 受访的解放军飞行员说 他始终望不了 驾驶着这个歼20 看到宝岛的情景啊 所以还真有歼20 参与了台海巡航的任务吗 我们经常对美国的很多的决策 可以说成美国有两个中心 一个是华盛顿的 所谓的华府为中心 政治中心 一个是纽约为辅的金融经济中心 就华尔街 简单讲是这样说 到底华尔街的力量大 还是华府的力量大 其实看情形啦 如果什么外交国防 华尔街是不管的 你只要华尔街的这些军火工业 股票能够上涨 华尔街是很乐意为之的 那你华府每次要跟人民借钱 都是通过华尔街啊 他的发行公债是通过华尔街 他要做量化宽松 也通过华尔街 因为纽约联邦准备银行 就在华尔街 所以华尔街对于很多的内政的问题 几乎可以说有一言九鼎的力量 坦白讲你那参议员是什么 咖啊 在华尔街面前根本是不是咖 对不对 他搞倒你反而很容易啊 不过到了选举的时候 卢比喻其实也是华尔街支持的一个政客 到了选举的时候 华尔街就会正一字眼逼一字 你们表现只要选得上就好了啦 管他讲的 到时候通不通过 那就看谁啦 比如举个例子 他说要对中国投资中国的公司的 所谓资本利得 不再享有优惠税率 你在讲的对象是谁 你在讲的对象是黑石集团 你在讲的对象是巴菲特 你在讲的都是这 因为会投资到中国 绝对不是小公司啊 都那种超级大咖的 这些人显个鼻涕啊 你卢比喻掉到哪里去了 所以你要克他的税 我难听一点 你要经过他同意 所以欺负那个NVIDIA是很容易 因为NVIDIA基本上没什么背景 但是你要欺负这些 这些军容世界级的 你只要听过什么贝莱德啦 这个所谓黑石集团啊 什么KKK啦 那个动用的资金 是一千亿起跳 一千亿只是个美金哦 一千亿只是个门槛而已 你卢比有值多少钱 坦白讲是这样 至于所谓的歼20到台湾来 这等于是第一次正式 有明确的证据确认 以前我们国防部动不动 我征获共机 我征获共建 然后征获个老半天 没有人征获过歼20 因为你看不见哦 看不见 然后有一段时间 在花莲 还听过那个音爆 可是一看 没有台湾的飞机 也没有这个共军的飞机经过 那什么意思 有人当时在猜测 是不是歼20 因为你看不到 它故意音爆给你听 什么叫音爆 它故意飞得很慢 突然间加速超过音速 就会产生音爆 而且就在花莲的上空 故意给你加三计划的战斗机看 所以现在第一次证实说 这些人已经飞得很靠近 这个中央山脉 甚至于应该就在台湾的 所谓的领海边缘左右 所以才会看得那么清楚 那结果你什么东西看不到 那这个 这个我们买F-16还有用吗 大家问一问 所以呢就说 如果真的解放军的动作 是如此了的话 它就是要让什么 要让台湾的军方 被挤发凉啊 这个现在你说要怎么样 你连看都看不见了吗 因为呢 我们无法掌握到充分 百分之百的讯息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不用再猜了 不用再猜了 直接就告诉你 我有看到 好了 那就信不信就有你了 信这个民进党官员 要怎么说 不重要 反正就说看见了 但是来 现在呢 大陆国防部 这个发言人怎么讲 台湾是中国领土 解放军想去就去 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那所以咧 如果说讲金门 金门附近 还有那个所谓 禁限制水域吗 没有啊 其实想来就来 想去就去 这个是大陆方面 想要告诉台湾的事啊 今天你看 我国防部网站 发布的消息说 这个近日来有 争获大陆的各型战机 直升机 无人机 配合两栖舰船 滚装货轮装载地面部队 在福建东山 大城湾附近的 海域组织联合 登陆演练 而国军呢 运用联合情侦手段 有严密监控相关的动态 那所以咧 但是解放军就告诉你说 都是例行的安排啊 台湾方面要怎么样 好像都不重要了 娟姐 我觉得这要分这个 可以分几个层次来看啊 我觉得说 首先就双方来说的话呢 从过去这段时间 尤其赖清德上台的 这个前后 总而言之呢 不管是呢 共机飞越台海 还是说呢 共建 现在越来越靠近我们的 不管领海也好啦 组织进制海域也好 就是他会说他的 然后我们会说我们的 然后呢 他说他来了 我们会说我们看到了 大概来说就这个样子 所以呢 就是尤其在选举期间 我们这个有关于共机 如何的频繁的 在这个附近飞来飞去 都是每天 这个看到国防部的网站 都会去写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 大概就已经慢慢慢慢的 我们习以为常 但我觉得这个习以为常 事实上也是一个警讯 就当对方已经 越来越常态化的 把一些本来认为 彼此之间有默契 你不犯我不犯你的地方 现在基本上已经把它抹去了 这件事情本身 就已经是一个警讯了 但是呢 某个程度来说的话 你还可以说 这个大概来说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相互的 恐怖平衡 我觉得是一个恐怖平衡 所以你说他立即的 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 我倒不认为 但是重点在于说 这件事情本身 我觉得最近 这个大陆方面的几个动作 我觉得已经不只是 包括说这个淬火 讲到说呢 这个殲-20 已经飞到了台湾的上空 包括这一次的 他们发射的 这个东风-31 这个导弹 也是一样啊 他怕你没看到 他直接告诉你说 我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先前是他们的国防部 先出来说 我们发射导弹咯 然后的话呢 掉在什么地方咯 然后呢 还怕不够 你们再猜说 是东风-41啊 东风-21啊 东风-31啊 第二天直接告诉你说 就给你秀照片了 就告诉你说 是这个 他怎么样的飞 他怎么样的行金 掉到哪里去 然后告诉你说 我们通知了美国 通知了澳洲 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情 反映出来就是 我觉得是他们的自信 包括他这个 军事纪录片 就怕你台湾不知道 金-20 飞过来过 对 而且怕你不知道之外呢 其实他也不是 只有解放军这样做 就海警 一样也是要秀给你看 没错 像我们刚刚在讲 就是说那个金门的附近 其实大家知道吗 在这个月 光是一个月 大陆的海警 在这个金门附近 这个水域 它有编队 编队的巡航 那一下子就来个四艘 它有这种编队 而且还有所谓 台湾认为是越界 他们认为说 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地方 然后呢 那我们的海巡 能够怎么做呢 这回就告诉你 因为昨天嘛 昨天我有看 那个福建海警 他们自己先公告 然后后来呢 就台湾方面的海巡 就也发布了这个消息 就说有啊 昨天就是他们两度来啊 然后还告诉你 什么时候来 然后又说 有四艘巡防舰 是大陆的海警船 但是我们呢 我们也派了四艘船啊 我们也是一对一啊 然后呢 结果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后来他们就 被我们搜正驱离了 就是这样的回应 然后算给你看 今年这个月四次 今年四十二次 数字统计在这里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你来 我往梗上 好像就是说 谁怕谁啊 对不对 但是问题 你真要说到 如果说真的发生战事 谁怕谁啊 那当然是目前 我说实在 真的就是大陆的 整个军事 他已经对我们来说 已经遥遥领先 到不知道 什么样的状况了 所以他才会 这么的自信 他不是对我们自信 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说 我们呢 做了多少次的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的这个海巡 海巡舰 怎么样子到你们这边来 我们的飞弹怎么射 他会连老美都不怕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情 其实反映出来的是 我觉得它的重点 也是后面的政治讯息 就是说他 他在警告 他不只是警告台湾 他警告美国 他告诉我 现在有这样的实力了 而且有关于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东风31 他今天 这个所谓搭载的是 一个假的导弹 他今天如果真要的话 他有这个核 他有核威辙的能力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如果以后 台海发生战事 你要来吗 你日本要来吗 你福利宾要来吗 所以像我最近在看 有关于像 BBC他去解读这件事情 他不只是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是要秀给美国看 但秀给美国看什么呢 他去假设一个情境 你认为最可能 发生的情境是什么 他要警告美国什么 其实最可能情境 就是台海 所以如果 当他警告你说 台海怎么样怎么样 你还要来吗 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看这个讯息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对 但现在来 我们看到的民进党政府的官员 好像都是一副没在怕 那就算是民间要更多的交流 难道也不乐意 甚至还想要阻挠吗 因为严老师 我们看到是大陆的媒体 预言谈天 25号撰文提及 金门明代 相关从业人员提具体方案 那大陆就能直接的跟金门敲定 怎么样开放观光 台湾的政府部门 不得就不顾及民意的呼声咯 这是金门模式延伸的意义 可以倒逼民进党 意思就是说 等民间的人士 跟大陆直接来对话 直接来商讨 然后我们因为知道 这是民意的需求 所以就照做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倒逼民进党 可是台湾方面 我们看到 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 他的说法是 我们一向是乐见 观光的开放 两岸的开放 也准备好了 但是他有提到 涉及公权力事项 如果没有获得政府授权 不得签署任何的相关协议 怎么好像感觉上就是 就算你要推 你想要倒逼民进党吗 门都没有哦 老师 其实不是倒逼哦 这是民进党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是民进党最喜欢用的名词嘛 就是地方包围中央嘛 就是你在地方哦 这个有这样的需求 然后逼中央 就是能不能做一个政策的改变 那虽然梁文杰说 哦 他说我们老早就预备好了 我们也等很久 你这个预备好 get ready 你知道有的时候 就好像人家说 我们要照相了一二 然后一直摆在那里 你这个表情都僵硬了 他还没有照下去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啊 我们已经多少人在等 这个开放 对不对 结果一直没有 不仅是国内需要有观光客进来 我觉得台湾 你今天为什么要让很多 我就知道很多人去大陆观光 然后明明是有个团 但是呢就不会讲是团 对不对 因为我们政府说 你为什么要逼到人民 做这样的事情 说我们在当地来组成团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嘛 就是大家就在打假球一样的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就光明正大 台湾不是一向民主国家 自由很光明正大 为什么不让我们做一些 这个就是比较 真的能够说服对方 我们是有软实力的 然后我们真的可以来观光 我们也可以去观光 都不会怕 现在好像感觉上 我们能去也会被洗脑 他们大陆来也会洗脑我们 怎么会 我一直觉得像我们在学校里头 我每次都觉得 我们政府剥夺了 我跟对岸做外宣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我很可以 说服大陆来的学生 我有大陆来的学生过 交换生有过吗 我觉得我讲的东西 我可以说服他们吗 那你为什么把我这个权力给剥夺了 就认为说他们来会影响到什么 那怎么一点自信没有 那经德不是常常我们讲说要有自信吗 那为什么在这一方面这么缺乏自信 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资讯的收集是很自由的 那我们应该是更完备的 那我们应该是更完备的更客观的 然后我们跟对岸相比 我们有这方面优势 为什么反而现在看起来我们怕兮兮的 有民众爆料 说某一位汉翔公司工程师 他这个公开的社群账号在这边 说里面有一些内容 多次分享了国机国造高教机 还有下一代战机 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料 然后把机密的档案带出公司 恐怕有泄密之嫌 结果后来汉翔公司有发了一个声明 说他的行为虽然没有涉及 国防部核定的涉密的功项 但仍属于未遵循工作纪律的重大违规 造成了国人的疑虑等等 形象声誉都有损害 所以要依规对这个人员严惩 怎么会有这种工程师会po在IG上面 一些重大的机密资料 难道没有任何的一些警觉 或者是这样的意识吗 通常这种制造飞机 或者制造战车等等的 工程师通常都需要被训练成 有比较高的敏感度 有时候不一定是所谓的 有什么国家安全 军事上的机密 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的机密 商业机密也是每一个公司 人员应该要保有的机密 何况是汉翔公司 大家可能对汉翔公司 比较陌生 它其实汉翔公司 目前是亚洲地区唯一有修护F-16飞机的证照的公司 他有F-16的这种所谓 经过美国认证的 当然现在F-16很少 所以他没赚到什么钱 但是他的工程师在IG账号展示这个东西 是一个不必要的 虽然不违法 但是并不必要的 因为他手上的机密资料 并谈不上机密 没有到机密的等级 那民众爆料 显然这个民众也不是一般的民众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 那个是机密资料呢 其实我看了一下那些资料 那资料在美国网站都有 你知道懂英文的话 key进去都有 所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原因很简单 我们台湾能够坐出 这么了不起的飞机 原来是这个原因 对啊 不是什么了不起 在这个美国 你知道不管是YouTube 或者是美国的Google 你进去搜索 什么样的资料会没有 比这个更多的都有啦 不过就是基于公司的形象 不要人家多说句话 所以说汉翔公司要进行处理 这也是合理的啦 台湾的高教机 等级并不高啊 你说下一代战机 如果你提美国 或者中国大陆的下一代战机 那坦白讲那是很高规格的 我们台湾的下一代战机 那不提啊 好不好 今天最后呢 还是要有请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